近期,武汉一位普通的快递员汪勇受到境内外媒体广泛关注 汪勇从大年30开始瞒着家人投身抗疫志愿服务 接送收治重症患者的金银潭医院医护人员上下班 未有需求的医护人员筹集物资餐食 中心社介绍汪勇的微纪录片《武汉志工》 在各类视频网站的播放量数千万次 他的事迹不仅被中央电视台等中国多家媒体报道 而且受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西方主流媒体关注 近日,汪勇再次走进中心视频的尽头 讲述他出名后的变化 随着疫情逐渐被控制 现在汪勇已经复工 但他还继续参与志愿服务 每天早上先为酒店的医护人员送早餐 随后到办公室打卡上班 公司也支持他把志愿服务做下去 汪勇关注到 不少医护人员长期高负荷工作 对心理健康需求越来越多 对此他对接了心理咨询平台 募集图书放置在医护集体入住的酒店 购买一些零食生活用品等 提高医护人员生活质量 汪勇也感慨 出名后自己的号召力更强 现在做志愿服务沟通更高效 在受到关注的同时 汪勇也多了一些烦恼 他的事迹被广泛报道后 有些网友也有一些 对其他方面的偏激言论 在汪勇看来 当下更重要的是 人们要团结起来相互帮助 很多人指责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们了解很片面 如果这些人 我们有一部分人被 被这些指责 谩骂 把他困住了 那他可能就没有经历做更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那些情绪 没有什么作用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作用 疫情过后 那个经济的复苏 需要多少人的努力 每个人都会很难 但是如果说 大家都互相帮忙一下 对吧 互相帮一下 那么这个难就不会太难 2月26日 国家邮政局印发通知 授予汪勇最美快递员特别奖 并号召全行业向汪勇学习 但在汪勇看来 这份荣耀不单属于个人 像他一样的人还有很多 自己只是恰巧被放在了聚光灯下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 有那么多人的帮我之后 当时结果展现 导向显示就是我 其实是不知道多少人在做这个事情 但是大家可能看到的聚光点 就在我这个人身上而已 其实都是好多好多的志愿者 好多好多的企业 包括一些政府的部门 共同努力才展现出来 我们遇到的困难都被解决 在志愿服务一个月后 二月底汪勇也搬回家中居住 结束了住在公司仓库的生活 抱着孩子那一刻 就我们两个都戴着口罩 其实我知道我不能亲他 结果他主动亲上来的 我躲都没躲赢 现在的汪勇格外珍惜 和家人相处的时光 谈到现在的感触 汪勇说 要坚持做对的事情 让好的温暖人心的力量 不断传递 我觉得可能我做的是对的事情 下一代他们看到这些东西 会对他们的内心有一种触动 就是我如果以后长大了 我有能力了 我遇到什么事情 我可不可以这么做 我可不可以有一定的担当 可不可以站出来 贡献一份小小的力量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